弟兄姐妹,大家早 每隔几周,我们就会尝试做一件事 这一件事让我们可以从我们的社区开始 把上帝的爱跟祝福带到我们的城市 在前几周,我们在我们的家前门的车道上 就是会用粉笔一束写出一些很好的经文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都收到了一些很棒的粉笔一束 你们的创造力是真是了不起 但是我想更重要的就是 我们的祖是正在用这个粉笔一束来吸引我们的邻居 教会里有一个弟兄,他最近跟我讲了 当他跟他的家人在车道上一起工作之后 有个邻居注意到了,就出来和他们说 你们做的现在这一件事是真的了不起的工作 也有其他的邻居路过也会停下来看一看 这真是太棒了,但是也并不奇怪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就是当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 神就会动工 这个星期开始,我们会更进一步 要开始为我们的邻居祈祈祷 这个想法是,在一张纸上写下来一个两个邻居的名字 并从简单开始,用一些经文为他们祈祷 如果你需要记住他们的名字的话 有个很好的网站叫BlessEveryHome.com 就在这边 可以帮助你们记得他的名字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会谈一谈这个网站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它会帮助我们了解邻居的名字 让我们可以马上开始为他们祷告 请你有空的话,就去网站看一下下 我们的想法和我们的目标 就是我们会从我们的车道上开始 当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带到我们周围的社区时 我们会求神在这一个伟大使命中工作 是更多我们的邻居可以接触到我们的信仰 请你们继续把你们的粉笔医术送来 和收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你们的粉笔医术登出来 让我们继续为我们周围的人寻求上帝的爱 谢谢你们